若工作环境中的危害因素无法完全清除,或不可使用其他较安全的物料、工具或机械做出替代,就应该采取其他措施以减少雇员接触危害因素的机会。 以工程学方法处理危害因素的源头,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有效控制措施。 当中包括 将产生危害因素的工序蜂蜜,减低员工接触危害因素的机会,从而减少对他们健康的影响。 在实况场内,以密封方式进行碎食工序,可避免雇员因吸入吸尘而患上吸肺病。 使用密封机器把内窥镜消毒,可避免雇员因吸入误二权而患上职业性哮喘病。 将危害因素或产生危害因素的工序与工作人员分隔。 需要时可用自动生产或遥控方式操作,减少员工直接接触危害因素的机会。 在拆卸含有食棉的物料或装置时,把拆卸工序范围与其他工作范围分隔,减少食棉透过空气散播到其他工作场地。 可预防雇员患上食棉影制的食棉沉着病及健皮瘤。 使用隔热材料隔离热源,如厨房或船舱内的热水喉或蒸汽喉管,以降低工作场地内的温度,有助预防雇员重暑。 利用隔音屏障,降低临近工作场地的噪音水平,以减少雇员患上职业性失聪的机会。 把传染病,例如禽流感的病人,安置在适当的隔离病房内,以控制病菌扩散,保障医护人员不受感染。 利用洒水,减少危害物质如粉尘或纤维等在空气中漂浮,从而减低雇员吸入这些物质的机会。 在建筑工地洒水,减少吸尘在车辆驶过时在空中漂浮,有助预防雇员患上吸肺病。 在建筑及拆卸工程中,适当采用湿磨法抑制食棉尘尘埃产生,有助预防雇员患上食棉沉着病及健脾瘤。 在工作场地内,良好的通风不但能为雇员引入清新空气,提供舒适的环境,更有助排出环境中的有害物质,保障雇员的健康。 可利用天然或机械方法,确保工作场地通风良好。 机械方法一般采用机械装置,将空气输入或抽离工作场地。 若物质的危害性较高或危害物质的来源较集中的话,应使用局部排气设备加以辅助,这样就能确保更有效地清除或减少工作环境中的有害物质至合理水平。 医院内为传染病病人而设的隔离病房,采用负压式设计的通风系统,能避免病菌扩散。 引致在隔离病房以外工作的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受到感染。 在厨房适当位置,加设局部排气设备,将热空气及蒸汽抽到室外,可降低厨房内的温度及湿度,有助预防雇员中暑。 在地下取管这类密闭空间工作时,使用抽风机抽走管内有毒气体,并用吹风机输入新鲜空气,有助避免故源吸入毒气或缺氧而发生意外。 烧汗时,将局部抽风设备的抽气罩放进产生有害烟雾的源头,可避免故源吸入有害烟雾引致中毒。 烧汗时,将近期部抽风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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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